欧洲东部国家罗马尼亚在两年前修改了法令 禁止马戏团利用野生动物进行表演 虽然不少马戏团因此都把动物送往保育区或者动物园 但是要饲养像狮子、大象这一类大型动物的花费是不低的 这就让当地不少的动物园和保育区都把大门关上 他们拒绝再收留这些大型动物了 而罗马尼亚一家马戏团 他们就有一群狮子两年前刚好在邻国匈牙利表演的时候 碰上了法令生效 那这马戏团没有办法将这些狮子带回国 被迫将它留在匈牙利 让一家非法动物园照顾他们 这一家非法动物园最近被查封了 可是庆幸的这九只狮子也找到了他们的新家 在匈牙利执法人员查封了当地一家非法动物园之后 园内的九只狮子也很快地找到了他们的新家 一家位于匈牙利北部的牧熊场 虽然同样是被关在笼子里头 然而相比起非法动物园 狮子们在这一家牧熊场 似乎更能被妥善地照顾好 曾经照顾过这群狮子的非法动物园管理员 在非法动物园关闭以后 也不时抽空到牧熊场探望这群狮子 偶尔也担心照顾他们的责任 你看才六个星期大的小狮子 在他的怀里享受着被喂奶的滋味 舒服得都快睡着了呢 看到这一幕 即使经营非法动物园需要面临巨额罚款 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当初没有收留 这些狮子很可能就会被流放到野外 这对一辈子都被人类饲养的狮子来说 无疑就是送死 所以明知道收留这些狮子是违法的 管理员也不后悔 让这些狮子得以存活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